各位好,今天来开壶,把新买的紫砂糊,猪泥糊,把它开壶,买来的茶壶一定要经过开壶的动作,先把茶壶放到锅子里面,茶壶放开始分开放,然后倒水,倒到大鱼湖身的高水, 大鱼湖身的高度,然后就是冷水,把它一起加热到沸腾,水煮开滚了之后,把火开中火, 中火自然之后,让它煮个半个小时,就可以把开壶动作做好了,紫砂糊买来,一定要开壶,因为紫砂糊在制作过程是高氧高温, 约1100度到1200度,烧制而成,那烧制完好的紫砂糊,它就等自然冷却之后,品质检查,好了就行销贩卖,它不会有这个经过水煮沸,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的这个动作, 因为紫砂糊买,因为紫砂糊买后,会有一个泥灰,一个泥气泥味在表面,那经过这个水煮沸,它会把那个泥味也去除掉,这个是开壶的第一个要点,第二要点就是, 一把糊从制造好到行销,到我们消费者买到,这中间会有经过很多几百个或几千个人,这样子手拿过摸过,内外仔细检查摸摸看,都有被检查过,那在贩卖的那个商人,他不会叫消费者你要戴手套, 就是直接拿给你看,那每一个人就是,手拿来就摸就看,所以说,这个买回来的新紫砂糊,经过这个开壶的动作,是有一定的必要性,那开完壶之后,就可以一个人的喜好,泡茶,养壶,这样子,茶,经过这个紫砂糊会越泡,越好喝 经过30分钟的煮过之后,茶壶均差不多快完成了,茶壶关掉 然后现在就,把茶壶拿出来,放一块布在这里,预防等一下拿出来烫,用竹夹子,把盖子先夹出来, 要很小心哦,这个夹出来,先放着,很烫 这样就已经,差不多完成开壶的动作了,煮了半小时,让他的所有的气孔啊,一些杂物都清潔溜溜, 这样就开始,可以进行泡茶,养壶,以上是开壶的方法,分享给大家参考,谢谢 谢谢